而共軍在春節期間也是不斷擾台 繼初一派出8顆空漂氣球之後 初四國防部又爭獲一顆距離台中僅58海里 專家表示中共頻繁用氣球 是要對國防進行情報測試 軍事粉專記錄到攻擊被廣播驅離 疑似就是因為南韓黑鷹特技表演隊 要前往新加坡參加新加坡航展 過近高雄小港機場加油整補 使用了西部航線通過苗栗上空 共軍就以袭擾北部空域表達不滿 不止如此 國防部初四也公布 有一顆空漂氣球出現在台中西北58海里 持續靠近台湾本島後消失 根據統計 共軍1月至今 已經派出上百顆空漂氣球侵擾 學者分析 這些氣球高度不同 就是要對我方進行情報測試 國軍表示都有嚴密監控與硬杵 而現在台海情勢備受關注 美國智庫哈德遜研究所 中國中心主任余茂春就指出 中共除了形勢上的恫嚇 對台已無計可施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若務實考量代價 機會跟能力攻台的可能性已不高 但還是必須嚴防 習近平當然他很多做事情都是以冒險著名的 所以說我覺得台灣這個地方成為 下一次總體戰爭的十點 這個因素不能排除的 余茂春表示 美國從未放鬆對台灣的防衛承諾 因此習近平不敢冒這麼大的風險 他也建議台灣創建多邊聯盟 以創新的思維還有外交手段 來打造國際形象跟國際空間 記者阿姨謝振琳綜合報導